之前是在理专嘛 对不对 当理专之下 当然还是有一些理专的这些话术 是存在的 让这个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基金 他认为说 好像看到过去的这个报酬 就认为说 那未来应该也是能够涨10% 20% 因为去年可能是涨10% 20% 他就认为完全没有风险了 他就非常的开心买下去 结果就赔了 怎么来看到 目前在整个基金当中 还是常常会犯的错误有哪一些 这种来接触客户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看板上面 这个买基金常犯出 基本上这个大部分 确实很多投资朋友都会犯 上述以上的一个错误 全部都会 大部分都会啦 因为大家第一个一定会想说 我买便宜的一个基金 拜托便宜基金 我花同样的一个钱 我买到比较多的一个单位 跟股票一样 我买这个低股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买到张述比较多啊 买到张述多 我这个感觉赚钱 其实就比较有feel 就比较有那种感觉 那个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迷思 因为你赚钱是看的是百分比 绝对不是你持有的一个单位数 那单位数它控管的是在于 你的这个成本分散的一个状况上面 那追求这个高报酬的一个基金 通常高报酬基金 这个通常在整个净值上面 都会比较高一点 那相对你买的一个价位点 就会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产生有 这种高报酬基金 代表说这一档基金 它目前投资的一个标的 正在对的一个产业浪头上面 比如说像2009年 那一年石油大涨 大涨哇这个涨到真的翻掉 从2007、2008年油价一路往上标 如果大家投资还有印象的时候 这就是加有 大概油价比较到台币一块到40块钱 那时候所有绿色能源型的基金 基本上全部都大涨大赚 单一产业型的 那甚至那个时候有说 什么太阳能 或者是什么 这个像最近最新的 这种页岩器型的一个基金 那其实你去投资这种高 单一产业型的基金的话 你就不要让油价崩下 一崩下拍子还要再见 那什么时候会再上去 你就要等这个油价再往上再走的时候 那第一次就中压十手单一标题 这个就是一般 就连在股票市场也很容易发现出 就是你资金水位没有控管好 那在整个买进之后 你会认为就是说 这个基金禁止现在就应该是 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点 我凹进去我就跟你拼了 或者看后边 就是硬跟你死压的话 那通常这种 你没有做好资金分散风险的话 后续的问题都会很大 你那时候碰到客户第一次中压 曾经最高的金额 有让你觉得很驚慌吗 我曾经最高成交过单笔 是四千万的一个基金 四千万 我跟助教师马上眼睛睁开 四千万的一个基金 当然那个资金 那个客户在整个银行里面 确实是在定存放不少的一个资金额度 所以说他有能力去做这么高额的一个投资 那当然我们必须讲 这个我个人还是很有良心的 这四千万的一个规划里面 我们尽量把它规划到 所谓的债券型的一个基金 而且是固定收益型 不是联通菜 所以那位四千万的大客户 他买了基金之后呢 的确是一切交给上帝了吗 基本上你买固定型收益的一个基金的话 他就放在那边了 基本上他会赚所谓配息的一个利润 所以说基本上他可以放着不管 那当然我每个月还是会照三三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偶尔你还是要动一下 这个毕竟我们是靠这个所谓手续费的一个收入 在做管销 还是偶尔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再回来 调整一下再回来 那至少尽量获得这个客户公司 跟个人三营的一个局面 这个是这个 以银行理赚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第五上呢 如果说大家去比这个手续费 让人说手续费也算是一个成本在内 大家手续费每一家银行都差不多 没有人会特别便宜 这个特别便宜 这个基本上一定有问题 就是基本上他很有可能会从别的地方 再帮你补回来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会觉得说 第五点的话是倒也还好 那第六点呢 这一点是最恐怖的 投资没风险 投资没有 投资一定有风险 唯一没有风险是定存 因为那个叫无风险议筹 那你去银行投定存的话 事实上只要你不要超过这个 金管会保证的一个这个 理赔的一个额度 基本上它真的是完全没有风险 就你观察现在